过年的红包钱 我一定是帮他们存起来 然后都会给他们看 你今年领到了一万二 你今年领到了两万多 都在你的账户里面 就叫他们过来看 我没有污你们的钱 所以孩子的从小理财观念 甚至实质 这么小就开始培养起来 有因为我自己其实 因为我做财经的关心 然后又教儿童理财 所以我还是蛮在乎 就是机会教育 像小朋友在不同的年纪 会迷一些不同的卡 像现在就宝可梦卡 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 找游戏网卡等等的 那我就会带着他去超商 去看定价一盒多少钱 然后再去文具店 看一盒多少钱 就真的要花时间 然后让他自己决定 那你要在哪个通路买 所以他自己会去选择之后 我来选一个比较便宜的 就曾经我儿子就选最便宜的 然后账户很多 结果他就说我赚到 好 结果去学校玩了两天 回来就告诉我说 妈妈我觉得那个做得不好 为什么 因为他的那个品 都已经翻起来了 然后别人的都是金装的 那个磨包的很漂亮 所以我就跟他说 这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所以他们在从这些 生活的练习里面 就会知道说 其实不是都只看价格 对 然后价格也不等于品质 这样子 所以好习惯真的要从小就 养成这个机会教育 真的是太棒了